這件是一個高單的褲子 這件褲子很好看欸,不覺得嗎? 不知道 因為它是有鋪皮帶的 而且我剛剛就想要搭這件上衣 然後我就在那邊選褲子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這件褲子 我想穿 我自己有留它 對,我覺得這顏色很好看 它是皮帶、麻紗、鴨子有看褲 你會有感覺嗎? 因為它是麻紗材質 它在廠商提供的材料表裡面 它就是直接翻,直翻就是麻紗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少見的布料 就是我在廠商提供的材料單裡面 如果要比對的話,這邊我比較有感覺 因為它是歐根紗 對,這個比較沒感覺 那我們先介紹褲子好了 褲子它其實版型天大 S號的身型也要買 M號的話你再買這樣子 S號算是會太大 然後它是直筒的寬褲 它如果拉起來的話會是這樣 我自己穿的話也是會把褲板捲起來 因為對我來說這件褲子 我160的話身高再比較長 所以我會折一下 然後它褲板是厚級厚厚色的 然後褲子是軟的補的 所以是很舒服 但穿起來是有挺度 對 就穿起來很有挺度 對 然後它本身就有附這條皮帶 然後這條皮帶還蠻特別的 我剛剛不會用 哈哈哈哈 它是用穿環式的設計 就是大概是這樣 它是這樣子的皮帶 然後你平常是這樣子穿進去 這樣子 然後再繞進去 然後繞進那個洞裡 對 塞進那個洞裡 欸我弄髮 跟剛剛不一樣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我這就是這樣子啊 欸我到底怎麼了 等一下 等等等等等等 你過來你過來 我來研究一下 我剛剛不是用得好好的嗎 就是喬一下 就像你折少紫星星一樣 嗯 先這樣子然後再把它放下來 然後就把它拉平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還是用穿繩結的皮帶 然後皮 你可以這樣 沒錯 然後皮帶可以拆掉 我現在我們給大家穿一下皮帶材料 這件褲子的材質可以脫水嗎 嗯 可以脫 可以脫但不要轟 嗯 轟了後不說吧 脫要記得要放洗衣袋喔 因為這個麻紗畢竟是比較薄的材料 所以你不要 不要那麼太用力拉扯它 我看它拉起來的話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是後腰鬆緊 後腰鬆緊 直接到L號穿就可以 S號不要買T型大家 一直它會太大件 M號L號你再買機件 然後它有灰綠色跟白色 兩色的話可以灰綠 因為白的話有一點 對 對 白的話口袋痕跡會比較脫下 嗯 它真的有色的那顏色 我就是綠色的 不是我嗎 我是綠色的 然後上半身的話是那個 你穿也好看 你穿也好看 就是我浮誇嗎 浮誇嗎 浮誇 浮誇的一件上衣 立體都值得 然後它是歐根紗 所以它還蠻有品度的 然後裡面是有做內靈 裡面有做內靈 嗯 剛真的的話是覺得會有一點觸感 對 那一般級頭髮我覺得應該是還OK 因為它是立體的歐根紗 所以多少會有一些觸感 不過比較敏感的話你就PASS這件 它是有這樣立體 像鴿子餅乾的那種 碰碰的 好 好 OK小白現在也結束了 結束了 太棒了 老闆 老闆超獎了 結束了 還在線的38人 機會就是你的 不要走開 請還我皮帶 我還沒拍照 好 好